谁还记得 休衣一开始是一个猛闯up主 很久很久之前我就想养一只非洲迷你侧尾 在自认为做足了功课之后 我买了一个60厘米长的保温饲养箱 正值4月 不冷不热 还顺便买了一大堆没用的饲养用品 比如这个喂水喂食厕所三合一 倒入豆腐猫砂 贴好温控探桃 装上夜灯和日灯 事后证明日灯完全用不上 铺上药垫和脚垫 这个桃瓷窝应该是夏天员 最后我看网上有些人说 这个喂食器会磨损刺猬的牙 因为刺猬不是镊齿类 不会一直长牙的 这种喂食器会卡住刺猬的头 还是换成小碗吧 有情提示 饲养箱一定要比宠物先到你家 这是我第一次在网上买不入动物 不知道这样的包装是否安全 小家伙看起来还是非常活泼的 虽然很怕人 但是却没有缩成球 马上就开始干饭了 不错 第一次让他尝试一下 没过几天我们就开始让他尝试往跑轮 哎真棒来给吃 拿饭勺在前面引诱他才会走几步 而且一定要光线很暗才肯在上面待着 一般都会无师自通的 就这样放了几天 有天晚上我突然就看到他在里面跑得飞快 很开心啊 一边跑还一边拉屎 还把屎甩着飞紧 果然一开灯就下去了 毕竟是夜行性动物嘛 白天的时候也能用吃的引他出来 这里我已经换成棉窝了 他好像比较喜欢这个窝 虽然室温有27度 趁他吃饭 偷偷摸摸他的小爪子 乍刺了也不缩手了 刺猬是一个很会拉屎的动物 这是头一天晚上的样子 这是第二天早上的样子 他好像不太爱吃瓜子人 不可以在床上吃饭哦 这帮子的角度也不太爱吃 客人是最难的 用当中的配噪 那是位子人 不太爱吃 我又可以在床上吃 两个地方 然后招作 撒调之后 也不需要 搅拌 杀了一次 打水 煮 每天就是蠶食 喂饭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养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很少把它拿出来玩 发现它涂刺了 刺味会采集新气味涂在自己身上 一般涂过了就代表它在适应这个味道 刚到家的时候也涂刺过一次 不过这次口水有点多 还掉毛了 这是刺还是毛呢 掉了不少 看来再长大呢 后来我仔细看了看 它喝水是用甜的 这种喂水器比较卫生 偶尔咬一下也不是很用力 它很爱咬金属的东西 比如那个跑轮 总之比在水盆里拉屎好 不知不觉一罐刺味粮都见底了 我居然已经馋了这么多事 据说四位吃这种猫奶糕比较好 换粮的话要新旧餐炸着 慢慢适应 请注意这个地方掉了一块猫粮 果然又吐刺了 这个颜色还这么难以言喻 而且它居然意外的好柔软 能把身体扭成这个样子 柔软的胖子 吃完饭喝水水 居然是先把猫粮吃完了 看来猫奶糕很好吃 是时候该洗澡了 这是它人生中第一次洗澡 没有想象中的像猫一样光速串出去 先试一下水温 打湿身体 然后它会排泄 还会放屁 换一下水 要用宠物沐浴露 拿刷子刷它 好像挺享受的样的 放过来洗肚子就开始挣扎了 爪子上应该是最脏的 着重刷一刷 洗完毛巾包起来用电吹风吹它 小尾巴超可爱的 趁现在剪一下指甲 非洲迷你刺猬 后脚上是四个指头 它的头顶看起来像凸了一块 好像所有刺猬都是这样的 刺很顺或者很炸的时候都看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长成这么大只了 玩跑轮也超熟练 还是那么怕光 还是乱拉屎 最近天气热了 都不爱进窝 就睡在厕所里 还睡得那么舒服 给它用鞋盒做了个更大的厕所 还是改不了边跑边拉的习惯 等长大了会不会学会上往厕所再跑步呢 希望我以后也能拍出那种摸摸刺猬肚子的视频 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偶尔点点正常的宠物 感觉也很不错呢